悦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大家好,我是悦哥 赞恩,你知道自己为何入狱吗? 知道,因为我用刀捅了一个狗杂种 那你今天又为什么站在这里呢? 我要起诉我的父母,起诉他们生下了我 很难想象,这些话是出自于一个12岁的小男孩之口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孩子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举动呢? 小男孩,名叫赞恩,生活在黎巴嫩的平民区 这里挤满了社会底层人民 他们有的是难民,有的是黑户 赞恩家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家里穷的接不开锅 但赞恩的父母却很热衷于生孩子 狭小的房间里无时无刻都充斥着哭闹怒骂抱怨的声音 自打祭司以来,赞恩就开始承担养家的重担 他每天都要去房东儿子家做工,抵扣房租 房东的儿子喜欢赞恩的妹妹 总会让赞恩带泡面和干草回去给他 但赞恩每次都会把那些东西扔掉 还叮嘱妹妹一定不要被这个人渣给骗了 赞恩很爱惜这个妹妹 在这个家里,他们是彼此的依靠 不打工时,赞恩就要去街上卖自制饮料 再把微博的收入全部上交 赞恩还会帮妈妈去药店骗药 然后制作取马多水送进监狱 一次让在监狱里的哥哥赚些外快 取马多水是用管制类药物制作的一种毒品 很受尹君子的欢迎 在赞恩打工的地方,每天都会路过一辆校车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讨论着考试和学校 赞恩只能推着比自己还要重的手推车到处送货 他要给自己报名上学 但父母却对此嗤之以鼻 这天赞恩发现妹妹的床单上有血 他连忙帮妹妹清理干净 还把自己的衣服给妹妹用 如果被爸妈发现妹妹已经长大 一定会把他卖出去 要知道,很多人家的女孩都是在11岁左右就已经出嫁 但纸包不住火 这天赞恩回到家后 发现房东带的儿子坐在客厅 而妹妹则穿着家里最体面的衣服 还被化上了浓浓的妆 坐在一旁准备接客 赞恩愤怒的想要冲出去阻拦 但却被妈妈强行关在了屋里 尽管父母一直都没有提起妹妹的婚事 但赞恩知道妹妹马上就要被迫出家了 父母绝对不敢得罪房东 甚至在他们眼里 把妹妹嫁过去就是为了她好 赞恩决定带着妹妹离家出走 她偷了家里的钱 又悄悄收拾好行李干凉 可等她准备好一切回到家时 家里早已是鸡飞狗跳 妹妹苦苦哀求 妈妈却威胁道 你敢回来我就杀了你 说完就揪着妹妹的头发 把她往下拖 赞恩拼命阻拦 可她怎么能拗得过妈妈呢 赞恩被妈妈抱揍了一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松走 妹妹的哭喊声刺激着赞恩的神经 压抑许久的痛苦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她挣脱了母亲残暴的双手 坐上大巴 逃离了那个地狱般的家 清冷的阳光 缓缓爬上少年的脸庞 她眼中的悲伤无处躲藏 兜兜转转 赞恩来到了一个游乐场 她坐上摩天轮 慢慢融入天际 朝阳藏匿的云尘里 海水苍白的脸庞 赞恩红着眼眶 眼神迷茫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为了生存 赞恩不得不出去找工作 就是在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拉希尔 拉希尔是埃塞俄比亚移民 在黎巴嫩也是黑户 她未婚先育 无法给儿子尤纳斯上户口 为了不被抓 她只好带着孩子东躲西藏 尤纳斯还小 拉希尔不能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 就只能把她藏在自己工作的卫生间里 趁着休息的时间给孩子为难 每天出门前 她都要在自己的脸上点一颗字 那是她办理的假证上内人的样子 她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检查 帮助拉希尔办假证的人 叫阿斯普洛 她一直劝拉希尔 把孩子卖给一个好人家 但拉希尔却坚决不同意 因为没有人敢招未成年的孩子做工 赞恩无处可去 也没有经济来源 她只能求助拉希尔 或许是因为同病相连 拉希尔把赞恩带回到了那个简陋的小屋 她给赞恩和尤纳斯洗了澡 做了饭 还让赞恩在这里暂时住下 白天拉希尔出门打工 赞恩就在家里替拉希尔看孩子 一开始 拉希尔对赞恩还有些戒心 她会趁赞恩睡着时 偷偷把钱藏起来 但时间久了 她发现赞恩并没有坏心思 而且对尤纳斯也很好 慢慢的也就放宽了心 很快赞恩和尤纳斯就亲近了起来 每次回家 拉希尔都能看到两个孩子睡在一起 那场景温馨又可爱 她会从饭店给两个孩子带回一些客人吃剩的甜点 三个人坐在桌前有说有笑 昏暗的灯光下 他们的笑脸是那么的明亮 可短暂的明亮 并不能抵御黑夜的寒冷 拉希尔的假镇过期了 需要1500美金重新办一个 可她没有那么多钱 阿斯普勒就劝她把孩子卖了 她说 你儿子还没出生就死了 它不存在 即使是番茄酱也有名字 有生产日期和到期日期 可你的孩子却过着逃犯的生活 他生活在地下 看不见太阳也不能上学 我建议你给他一个家 那样你还能时不时去看看他 她的话刺痛了拉希尔 她不忍心让孩子受苦 但更不忍心把孩子卖了 无论有多艰难 她都想陪在孩子身边 可偏偏这个月 拉希尔的工资没有按时发下来 她四处求助 但没人愿意帮她 拉希尔走投无路 她来到理发店 人通卖掉了自己的长发 眼看就快要凑够1500美金 可拉希尔却被关进了监狱 她的随身物品悉数上交 她甚至都无法告诉赞恩 她再也回不来了 赞恩等不到拉希尔 只好带着尤纳斯一起出门 她用纤细的胳膊紧紧哭着尤纳斯 她一路走走停停 最后找到了阿斯普洛 可阿斯普洛也不知道拉希尔去了哪里 在露天市场 赞恩遇见了一个叫梅舒姆的叙利亚女孩 她看起来精明能干 小小年纪就已经精通了在这里活下去的法则 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为了活下去 赞恩只好变卖了家里的锅碗瓢盆 每次遇见梅舒姆时 她总能拎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小玩意儿到处叫卖 梅舒姆告诉赞恩 等她有钱了 一定会离开这个国家 她想去瑞典 听说那里到处都是叙利亚人 没有人会问你从哪里来 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而且那里的孩子不会死于战乱 她的话勾起了赞恩的向往 她决定去那个梦幻般的国度 梅舒姆说 要去瑞典至少要有300美元 说完 她给了赞恩阿斯普洛的电话号码 据说阿斯普洛会为他们安排行程 女孩在阿斯普洛的电话旁画了一艘船 那艘承载着孩子们梦想的小船 静静地待在纸上 只等着某天能够扬帆起航 不仅如此 梅舒姆还叫赞恩如何假扮叙利亚人 去救济中心领救济品 赞恩也顺利地给尤纳斯 领回了一大桶奶粉和一些尿布 两个孩子坐在路边 艰难地咀嚼着干奶粉 来往的车辆飞速使过 就像是这个飞速向前的时代 根本没有时间看他们一眼 每次不管赞恩拿来什么东西 阿斯普洛都照收不误 他只须一眼就知道 这两个孩子现在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可他并不是在发善心 他只是想让赞恩把尤纳斯卖给自己 真巧赞恩向阿斯普洛打听举日一点的事 阿斯普洛就顺势告诉赞恩 其实他早就和拉希尔商量好了 拉希尔也愿意给孩子找个好人家 孩子能卖五百美元 足够赞恩去任何地方了 赞恩没有回答 他的内心依旧在不停地挣扎 回到家后 赞恩从衣服里翻出了之前去药店 骗药的凭据 他决定顾忌重施 做些取马多水来挣钱 可拉希尔家早就断了水 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都是 中褐色的不明液体 赞恩只好灌了些海水拿去卖 好在那些瘾君子也不太挑 很多人还是愿意花点钱过把瘾 有了这么一个来钱的路子 赞恩的生活总算宽裕了起来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他很快就能带着尤纳斯去瑞典了 他对尤纳斯说 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去瑞典吧 那里最美了 再带着那个傻子没数目 说这话时 赞恩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直到此时 他才终于从地狱里 窥见了一时人间的光亮 可好景不长 赞恩的声音很快就被尹君子破坏了 他们抢走了所有的取马多岁 还把赞恩揍了一顿 赞恩只好带着尤纳斯 心晦意冷地离开 纵横交错的平民窟里 他们的身影像是上帝的眼泪 然而祸不担心 赞恩带着尤纳斯回到家时 发现他们的行李都被房东扔了出去 门也被换了新锁 可房间里还锁着赞恩这阵子 赠来的全部积蓄 赞恩绝望而愤怒地咒骂房东 他尝试着把锁打开 但却无济于事 他绝望地吼道 我要钱 我要那该死的钱 一锤又一锤 一声又一声 少年的声音回荡在平民窟里 可这声音最终又被平民窟吞噬 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坐在路边 看着嗷嗷待哺的尤纳斯 赞恩的精神接近崩溃 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 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更何况还要带着一个孩子 失利良久之后 赞恩决定放弃尤纳斯 他绑住尤纳斯的一条腿 又找了个地方偷偷观察 看着尤纳斯一个人 懵懂无知地爬来爬去 赞恩挣扎了许久 最终他还是回到尤纳斯身边 带着他坐上了开往露天市场的大巴 最终他把尤纳斯卖给了阿斯普洛 阿斯普洛让赞恩回家拿身份证 然后就能离开这里去瑞典了 赞恩一言不发地听着 不停地抹着眼泪 他委屈的就像是一只 无家可归的小狗 临走前 赞恩亲了亲尤纳斯 脏兮兮的小脸 尤纳斯呼散了眼睛 看着他 他还不知道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整理好心情后 赞恩回到了熟悉的家 这里一点都没变 肮脏 混乱 压抑 妈妈看到赞恩回来 想都没想就把他打了一顿 爸爸一听说他要证件 就粗鲁地拽着他来到柜之前 他扔出一堆文件 又驱逐通知医院账单 可就是没有任何合法证明 随便拿出一张 都能把一家人送进监狱 说着说着 爸爸又变得暴力激动 他像人垃圾一样 把赞恩丢出房间 不管是谁派你来的 哪来的就滚回哪去吧 听着爸爸的怒吼 赞恩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我们家有谁去医院了吗 那是谁的医院账单 这一问爸爸妈妈都变得哑口无言 赞恩一变又一变的质问 可房间里却只有妈妈的错气声 两久之后爸爸说 你妹妹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她在结婚后没多久就怀孕了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后来她开始大出血 大家把她送去医院 但由于她没有户口 医院拒绝接收 最终她由于大出血 死在了医院门口 听着这些 犹如地狱里传出来的声音 赞恩再也无法自控 她拿了把刀 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 她一路狂奔 找到房东的儿子 捅向了那个混蛋 随后她被关进了监狱 没过多久 妈妈前来探望 她给赞恩带了一些糖果 妈妈不解的问 你为什么那么恨我 你妹妹也是我的女儿 她的死也是我的不幸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赞恩冷冰冰的打断了她 你来干什么 妈妈说 她又怀孕了 很快赞恩就会有一个弟弟 或者妹妹 听到这个喜讯 赞恩的眼里突然挤满了泪水 她淡淡地说 你太残忍了 从此以后你都不要来了 说完 她将那些糖果狠狠地扔进垃圾桶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在监狱里 赞恩看到了一档电视节目 他们会帮助人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赞恩思虑再三 随后拨通了那个电话 赞恩的声音通过电视 传遍世界 她冷静地说 我想起诉我的父母 我希望那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 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暴力 侮辱和殴打 链子 管子和皮带 我听过最温柔的话是 滚 我们能做好人 被所有人爱 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 他宁愿我们当洗碗工 不久后 赞恩作为原告出席法庭 父母则坐在被告席 一开始 当大家听说这个小男孩 要起诉自己的父母时 听众席上总会传来 振振笑声 可能赞恩说出原委后 所有人都沉默了 赞恩的父母不停地为自己辩解 他们也有说不完的委屈 道不尽的苦楚 他们也只能埋怨生活的不公 赞恩的眼泪早已流尽 他盯着妈妈 一字一句地说 你怀的孩子会像我一样 法官问道 赞恩 你希望父母怎么做 赞恩说 我只希望他们别再生了 法官同意了赞恩的请求 赞恩又问 那现在他肚子里的这个呢 还是要生下来 对吗 这一次 没有人能回答赞恩的问题 休庭后 法官把卷宗放进档案室 沉堆沉堆的卷宗 仿佛一座座大山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不久后 阿斯普洛被逮捕 尤纳斯也被救了回来 拉希尔紧紧地把孩子抱进怀里 他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赞恩也终于有了第一张身份证明 拍照时 他慢慢露出了笑容 生活在他的眼里留下了太多的灰暗 但这一刻 他的笑容却像是温暖的阳光 撒向深不见底的平民窟 何以为家 是纳丁拉巴基之道 2018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获得第91届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提名 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以及十多项国际大奖 作为2018年最受瞩目 以及评分最高的电影 这部影片再次将我们拉回到赤裸裸的现实之中 在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里 依然有人在地狱中苦苦挣扎 赞恩说 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 能被所有人爱 但上帝却不这么认为 当他们不再相信上帝时 又怎么能相信这个世界呢 看完电影 最开始我们可能会愤怒于赞恩的父母 但仔细想想 他们也是这个体系下的受害者 他们的一生也是在黑暗中苦苦挣扎 越深越穷 越穷越深 这魔咒是如此的强大 仅仅靠他们自己 永远也无法破除 他们也只是想通过孩子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他们的观念里 男孩可以打工 女孩可以换钱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 救出了赞恩 这件事就圆满了吗 惩罚了赞恩的父母 这样的状况就能得到缓和吗 我想这样的电影拍摄出来 不仅仅是在谴责愚昧的父母 而是在提醒世人 我们这个世界出了差错 我相信有些电影是一道光 能够照进腐烂的角落 引起人们的关注 而关注是一种力量 它可以推动问题的解决 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好吗 会的 只要我们想把它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